美国卫生部长日前表示 民众有望在圣诞节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美国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也同意 在第一阶段的接种计划 由医护人员和养护中心的老年人率先接种疫苗 预计共有2000万人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预计在这个月内 为辉瑞和莫德纳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亮绿灯 如果一切顺利 两家公司将提供4000万剂疫苗 而第一批接种的群体将会是医护人员和养护中心的银发族 美国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 星期二针对这项接种计划进行投票 结果以12张多数票通过表决 两大群体人口多达2400万人必须接受两次的疫苗接种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相信 明年起各地医疗机构每星期将获得500万至1000万剂疫苗供应 同时预料在疫苗面试后 多数州属可以在三个星期内让所有前线医护人员完成接种 实际上各州政府目前正在完善疫苗数据库 着手准备疫苗接种计划 相信这个月内就能接获第一批疫苗供应 同时当地各大运输公司也准备就绪 设立智能冷藏库和冰冻中心 确保疫苗能够时刻维持超低温状态 并且设置蓝牙追踪功能 实时监督疫苗的物流运输